生物的起源 好,這是一場經歷了千年的辯論 從古至今所有的,不管是哲學家、科學家、博物學家 一直以來都對一個問題非常的感興趣 就是生命到底從何而來 好,今天這堂課裡面呢 你要自己先知道說我們這堂課要學些什麼 我們有四個目標 第一個,你要知道什麼是無生源說 也就是以前我們稱之為叫做自然發生說 你要知道這個是什麼樣的定義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是生源說 第三個我們要說的是 在不同的科學家,他的論點以及他們的實驗 是如何的去支持生源說或者是無生源說 那第四個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是哪一個科學家 終結了這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長的一場辯論 這個是巴斯德的耳錦瓶實驗 OK,這是今天的四大重點 所以同學們你要抓到這四個重點 好,我們第一個觀念要跟各位講的是 無生源說,也就是自然發生說 什麼是無生源說呢? 什麼是自然發生說呢? 顧名思義 以無生源來解釋的話 就是他不需要用生物就可以產生新的生物 無生源 或者叫做自然發生說 就是說生物可以自然而然地從環境中來產生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三個不同的敘述 第一個,生命可以來自不具生命的物質 什麼是不具生命的物質? 譬如說石頭 譬如說水 譬如說空氣 古早的科學家或者是哲學家他們認為 從水中、從石頭當中、從土壤當中 就會有生物的產生 第二種的解釋是生命可以來自於無機的環境 大家知道什麼是有機? 什麼是無機嗎? 無機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東西它是不含探青的 或者是說另外一種定義 它不是從生物而來的 所以說意思跟第一個一樣 就是不需要生物當作背景 就可以產生新的生命 好,第三個 最簡單、最直接的解釋 生命可以自然而然的形成 不需要有上一代 它就可以從環境當中自然的產生 好,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或者是觀念呢? 我們可以從 不管是東方或者是西方 有很多古人、文學家、哲學家 他們的理論或者是他們所的文獻當中去了解到 第一個,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叫做 輔草化淫、輔肉生驅 意思就是說你把一堆草丟在那邊 過了一陣子這草爛了 就會有一些蟲跑出來 那一塊肉放在那邊 過了不久就會有驅產生 這是古代人他觀察到一個結果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不需要生命就可以產生生命 或者是非常有名的希臘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他說 淤泥可以產生小生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溯溪過 或者是去一些草地裡面去玩過 就發現說在那個石頭背後你把它翻開來 裡面就有很多小蟲啊在那邊爬來爬去 或者是你在溯溪的時候 一樣在那石頭背面 你把它翻開來就看到 有很多小生命在這裡 所以呢以前的哲學家認為說 淤泥裡面就可以產生小生物 或者是 這個比利時的科學家說 凡赫芒說 這個最奇怪 他說 髒衣服裡面可以孵化出什麼 老鼠 我的天啊 這個 這個衣服要放多久 才會產生出老鼠出來 那最後是這個 中國很有名的 這個荀子在勸學篇裡面說 肉斧可以出蟲 魚枯可以深度 意思也是一樣 這些斧肉啊 這些濫掉的魚啊 它可以產生新的小生命 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無聲原說的一些概念 好 那你想想看 在你的生活經驗當中 有沒有哪一些 你觀察的現象 是支持這個論點 就是說你把東西放在那邊 放一陣子 它就長出一些生物來 有沒有 相信一定是有的 比如說 你可能會發現你家的廚房 明明都已經清乾淨了 可是卻有什麼出現 有果銀出現 無聲原論 或者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觀察在你家的廁所 或者是客廳 這個牆壁上面呢 會有一個小小白白 好像掉那個剝落的水泥 小小的這個 知道這個叫做什麼嗎 很多人對這個非常好奇 當你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出一個聲音叫做 爺耳 沒錯 這個東西就叫做 一耳 這一耳小小的 它會踩牆壁上面 就突然出現了 你也看不到它是誰產生的 所以這個也跟無聲原論 有一點直接的關係喔 消耗 水泥 泥 作詞